从大学到毕业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考虑结婚了 但是他老是一拖再拖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非得让我跟他结婚 那也得让我心甘情愿呢 但是他答应我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信任他了 我觉得他就是莫名其妙的恐婚 为了不和我结婚找各种理由 我们都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 还在这等着 我不知道在等什么 我觉得我和他两个人 都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而且他近几年的变化 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都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还怎么跟他谈结婚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杨25岁来自重庆 培训机构合伙人 有请小杨 小黎26岁来自重庆老师 有请小黎 有请 欢迎老妹啊 在一起已经七年了是吧 是 马上十月份就七年了 打算来干嘛呢 是这样的 主持 我不是和他在一起七年了吗 然后我们毕业都快三年了 看其他同学都结婚了吗 我其实挺着急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结婚啊 他就说什么 我还在抽烟没有结烟 我还没有减肥 我就觉得心里挺郁闷的 为什么别人都能结婚 到我这就卡住了 是吧 我第一次听 这是不结婚的理由啊 说因为你没减肥 说因为你抽烟 对 因为之前的话 他是答应我这些的 我觉得在婚前 这种小事情你都做不好 那婚后怎么办呢 而且我现在确实戴着牙套嘛 女生的话 希望在结婚的时候 能够好看一些 拍婚车照嘛 主持人 你听嘛 戴牙套别人一般就戴一年多嘛 他戴三年多 而且我父母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催过我了 就说什么时候能结婚 给你买个房子 房子都买了 房子都买了 然后我们都已经住了 就他就不愿意结婚 我觉得确实我和他父母之间 还是有些问题 你又不嫁他父母 嫁他呀 姑娘 但是有的时候 他父母就会经常来我们家呀 我就觉得很奇怪 父母来家里不是挺正常的吗 就是这样的 他那个房子 是他父母付的首付 当时这个房子我没去看的 我爸妈出的钱 他们去看了就可以了 我也没怎么看呀 我就是 但你说这个房子 难道不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的吗 那婚房的话 里面的不管是 距离呀 还是户型呀 还是说位置 还是说里面的装修 是不是都要和我们两个的想法一起呀 我觉得这看谁花钱 要是你们花钱 当然是你们的想法 要是我花钱 当然是我的想法 好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觉得和我一起住的话 那你就应该让我觉得是 有一个家的温馨的感觉 他妈妈选的全是一些老式的家具 什么红木啊这些 而且最开始其实我不是特别想和他合住 我就觉得在自己家是挺好的 他就有一种被迫在他家去的 那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七天了 差不多了嘛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他爸妈的话 可能和我之间有一些沟通不当的问题 就我有的时候很怕他们经常过来 所以这也是我 你指的他爸妈经常过来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这个房子钥匙嘛 就我和他一人一把 他爸妈一把 还有他姐姐一把 然后他爸妈就经常 拿着钥匙过来也不打招呼 就有一次我下班换个衣服 就突然有人开门 我以为是他回来了 然后转头 衣服还没换好 他父母就看着 一点个人隐私都没有 你先别说 听我说 主持人 你不是觉得 我爸妈和他爸妈 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他爸妈也是我爸妈呀 不一样 马上都结婚了 他还说这个 不是 首先还没结婚 对呀 还没结婚 如果你在我家 我爸妈突然闯进来 看见你在这儿换衣服 你觉得心里舒服吗 不是 你们要结婚了 是不是就不来了 就是因为没结婚嘛 所以他们没把 这个你们这儿当成家嘛 但其实我觉得 他父母有的时候过来 就是想监督我 就喜欢在他不在的时候 私底下说我 他说他的儿子啊 上班这么累 你就不能帮他 分担一下家务嘛 然后就学做一些菜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难道这个社会 女生就该给男生做这些吗 不是 这两个人不都该会做吗 但是在他们父母的眼里 就觉得他是最累的 你会吗 姑娘 我在 我觉得我可以去学 那就是还不会嘛 那我就觉得 我爸妈 我姐愿意过来帮你 教你做家务 做菜什么的 我觉得挺幸福的啊 有的别人爸妈 还不愿意管这些是吧 他说到他姐姐 我就觉得更来气了 他姐姐离我家 就五分钟的距离 就在旁边 他姐姐每次 就带着他的两个孩子 直接进来 就大包小包提着菜 往厨房奔去 然后就说什么 今天我给你做这样 做那样 觉得说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然后其实 过去了之后 就是叫我看着 让我说这个怎么做 那个怎么做 我就觉得 其实就是来监督我的 这个也跟不结婚 也没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可能会 想法要独立一些 我觉得 我们两个婚后 是因为我们两个过嘛 我就不管 我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不希望 他的家人来束缚我 然后要我来监督 我做这样就那样 那就你们俩合伙 买一个房子 自己住嘛 搬远点不就完了吗 他就是有这个想法 我跟你讲 不是挺好吗 我现在压力挺大的呀 我一个月八千块钱 然后还要还五千的房贷 剩下就两三千块钱嘛 然后我负责生活嘛 然后他自己 四千块钱的样子 他是做英语幼儿培训的 然后他自己就要花两三千 他还说买房子 哪有这个钱啊 而且他买房子的理由 我觉得一点都不充分 他说他买个房子 等我们俩吵架之后 有一个去处 你说是个男的 谁愿意买这个房子 我是说你们俩买一个房子 把那儿当成婚房嘛 这儿你租出去嘛 但是我们现在 没有能力买那个房子呀 没能力买 那就租一个房子 结婚不就完了吗 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那个房子嘛 其实我也不是说 非要让他现在买 我说希望以后 我们有能力地再去买 因为我觉得婚前 他爸妈给他买了一个房子 写了他的名字 感觉自己就有 属于自己一套房子嘛 我也希望能离我爸妈近一些 然后给我买一个小房子 然后就属于我的房子 谁给你买个房子 之前他答应了的 你看我 我一个月八千工资都用完了 然后他那边还不愿意负担 我哪有能力买这个房子呀 我就还特别害怕听这个 就你听结婚吧 应该是听感情多好多好 我说感情多不好多不好 怎么现在听结婚 变成了那个房产交易会了 你知道吧 行咱把房子的这事儿 放在一边 还有什么原因 让你不结婚呢 因为我现在确实工资的话 是他的一半 总觉得他就是喜欢点滴我 就说我工资不高啊 负担不起什么呀 要帮他分担压力 就叫我去他机构 你和我一起打拼不好吗 而且就是你日常开销多大呀 你到我这儿来 我不能看着你花钱吗 还有就是我们上班 一起就上了 又不用车费是吧 不用另外掏钱了 我不想在你的管制下面去生活呀 那你在哪上班 你爸妈也要管我 然后你现在也要管我 你不觉得我很委屈吗 你为什么 他觉得好像在家里管着 然后上班也要管着 我是工资不高 但是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赚的呀 这跟工资没关系呀 但他每次就是私底下就说这样 说那样的 我觉得心里就很不舒服 客观是咱比他挣得少 当然挣得多不代表什么嘛 对不对 他又说我买东西 买的都是无用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和他在一起七年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就很有沟通 他什么都尊重我 现在就感觉什么都不尊重人 连你最后的兴趣爱好都要剥夺 我觉得我没什么错呀 我每天回家这么晚 十点回家 到家之后他也不做家务 你也听见了他也不会做 你看他还在说什么 他总觉得是我的错 还说我什么不做家务怎么的 我就不上班了嘛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要在一起 你要往结婚方面走的话 肯定是共同地要付出努力啊 但是我觉得我付出很多了 但是他就学做一个菜 他都不愿意做 我明白这姑娘 现在为什么不结婚 我觉得反正 他就是没有以前爱我了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嘛 我们虽然是两个学校 但是离得比较近 然后我们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他只要看着我有点咳嗽 就身体不对劲 就会翻墙出来 给我买药这些的 现在我在旁边 肚子痛得都不行了 然后他自己玩游戏 玩手机也不管 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寒心 所以这样人家姑娘 怎么会嫁给你嘛 你说我变了吧 我其实我还是一直爱她 但是我确实也想拥有 自己一点时间 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爱得没那么浓烈了是吧 但是你想考虑到结婚的话 肯定你要接受现实嘛 不管你是学做家务也好呀 或者赔的时间少了一点也好 人都不想嫁给你 凭什么要给你做家务啊 臭小子啊 但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毕竟这么久了 我其实最开始是准备做好和她结婚的 在一起会很累 那个人不是已经没了吗 因为你不再是七年前的你 她也不再是七年前的她了 还嫁了 姑娘我特别想知道啊 就是你父母对你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怎么看 我父母的话其实特别喜欢她 因为她不是特别了解 就她爸妈对我什么呀 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和父母说这些 然后但是她父母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她 你父母能理解你们这么拖吗 我妈妈她觉得可以早也可以晚 因为她觉得其实她现在 也没有一个什么正式的求婚仪式啊 或者是说谈到什么财力这些问题也没有 所以你没履行这些传统风俗呢是吧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其实都可以说是老夫老妻了 这也是问题所在的症结之一啊 人家要啊 但是我之前问过她愿不愿意结婚 你看她都说不愿意我还去求 你去提亲啊 你去下聘礼啊 所以其实表象上面是男生说 哎呀我太渴望你嫁给我了 我特别特别想娶你 对吧 看起来女生说 哎呀不对不对啊 我 我还没做好准备 实际上是女生渴望结婚 而到了男生这边 男生什么都没准备 你没有主动去做 所以这个感情 从女生来说第一段话的时候 我就挺替你不担心的 你说 她嫌我戒不掉烟 她嫌我胖 所以她不嫁给你 如果你真的理解 她不嫁给你的原因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小子 你下面也好好学习吧 一起进入秋彼特文圈 这女生还没有最后想好 就跟你结婚呢 你就把日子过得 就如此接地气 一点幻想的空间 一点美好的感觉都不给对方了 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 婚姻都是一个特别 慎重和盛大的一个决定 所以你用这样随意的态度对她 我觉得是个女孩都很难答应你 而且目前看到 你的家庭 无孔不入地侵入到你们这个 两个人的小世界当中 我觉得一方面是你没有做好 另外一方面 你家人的分寸也没有做好 你家人和你是一家人 你和她是一家人 然后他们才是一个大家庭 你们现在整个侵入你的小家庭了 对她来说 她特别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再加上你对她的态度 她更是觉得 这样的婚姻 这样的未来要她干什么呢 所以她始终在回忆 七年前你对她是如何好 我觉得大多这种抱怨 都是因为日子长了 生活淡了 感情慢慢地降温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变得非常随意地 对待对方 对待我们的生活了 我不是说每一天都要够得轰轰烈烈 但是至少我们要心存一份 对爱情的敬畏 对婚姻的敬畏 对所有日月的一份敬畏 我觉得如果你真爱她 如果你真的非常希望 你们将来能够成为老夫老妻 那就给她一点点仪式感的东西 不仅仅是对她 对养育她的父母 这样一个家庭也是一种尊重 谢谢你 谢谢周妈妈 就是从一个老母亲的角度来说的 来来来 曲总 其实啊 我都能看出来女生比你还想结婚 对 可她不敢啊 你一句轻飘飘地说老夫老妻了 然后一句简简单单说要不要结婚啊 就能把她认为心中这么重要的事情就给办了吗 况且你现在还是跟以前差了好多啊 对不对 所以她不敢去结婚 那其实她对婚姻的需求 对婚姻的期望是比你高得多的 反正你是消极的 你觉得都七年了 我们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走入婚姻阶段了 但恰恰她害怕呀 她怕真像大家所说的 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 而你这么平平淡淡啊 无所谓的 然后并且还给她施加一些压力 对吧 让她学做饭 让她会这会那 让她你到我的公司来吧 等等等等 让人觉得婚姻没有任何的冲击 所以你现在给她的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画面 让她有动力愿意走进去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真是这么 简简单单地想把这事给办了 我告诉你 她一定会跑 懂了吗 跟房子呀 跟工作啊 无关 要的是她那颗心 就这样 严老师 其实两位做的都不够好 不是光男生有问题 女生也一样 女生想要的是 曾有的浪漫 我觉得这个 乌克厚菲 女人更感性一点 希望婚后还能保持一定的温度 保持情感的热度 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呢 你要想想 你为这七年的感情 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看到 你始终沉浸在过往 我们像大学时候一样啊 彼此很关注 我们走得很近 这是好的 我没有说这不好啊 但要从爱情 升华到婚姻 一定是要往前走一大步 爱情和婚姻不一样 爱情只是婚姻的一部分 婚姻还有很多的元素 而女生 做的真的不够 你指责她说 我买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销费 为什么就不可以 我不爱做家务 我为什么要做家务 那抱歉哦 她现在不爱浪漫了 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 其实两个人的婚姻 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而两个人的婚姻 同样是两个人 去为了自己和对方 共同的感受 要前进 没有人说 一定要做家务 但是你爱的这个男人 他希望自己的妻子 会些家务啊 我们为什么只想 享受那些浪漫和温情 不能去做一些 他喜欢的事呢 男生你就更不用说了 你既没有给他一个 非常安全的感觉说 我嫁给这个男人 我可以享受一份 稳定的生活 反而多了七姑子八大姨的介入 经济上也没有发现 更宽裕 感情上反而少了一大块 所以你在极大的退步 七年的感情 如果你们不成长 反而在退化的话 那这段婚姻可真的不看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婚姻的事 真的要稍微放一放 去想一想 我要进这一大步 从爱情变成婚姻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去努那一大步 找好那一大步的方向 再谈婚论嫁 否则婚后更是无休止的痛苦 所以好好想想你们 这进的这一大步 怎么去调整 再去谈婚姻吧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岩老师 来 夫妻老师 婚姻为什么是爱情的坟墓呢 因为爱情所掩盖的那个东西 叫对生活方式的理解 要进入婚姻的时候 突然之间两个人发现 我们两个人对生活方式的理解 是不同的 你的生活方式不是你的 是你家庭给你的 大男子主义 觉得女人就应该干家务 应该住爸妈的给的房子 等等等等 都是你家里面给你的 但是他不选你这种生活方式 你呢 用七年的恋爱 逼他选这种生活方式 这就是矛盾冲突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想结婚 他不是不想嫁给你 他想嫁给你 但是他不想结婚 因为他觉得结了婚之后 他被迫要选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 怎么办 谁妥协 刚才赵春阳老师已经问你了 为什么不能租个房子 你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一直依附于家里呢 首付是家里给的 饭菜要爸妈做姐姐做 所有的价值观都是爹妈给的 姐姐给的 你已经做好 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 形成一种自己生活方式的准备了吗 你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们说的一个话 什么女人要有一个房子 要让自己吵架的时候可以离家出走 但是有一点哦 那个房子得女孩自己买哦 不是你自己买的房 她给你买的房 你离家出走 有脸去那边住着吗 所以 恐婚到底恐的是什么 恐婚恐两件事情 第一个恐未来 恐未来恐的是什么 恐的是未知吗 你们得商量 你们将来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爸妈那的钥匙能不能收回来 房子以后 我不说家不家这个名字这个事吧 以后有没有自己的房子吧 未来的家务怎么做 未来生活品质应该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去旅游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世界 要有谱 如果恐现在 就要把现在这个问题解决掉 最后 你千万不要以为 退回到那七年恋爱 就万事打击 错了 正因为那七年恋爱退去 现在面临婚姻 你才看清了真相 所以你对她提的要求 你回到七年前那个你 这是错了 那只是让你重新回到了 那条爱情的迷雾当中 真正你要做的事 坐下来 两个人想一想 我们未来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样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我一直认为经济不独立 婚姻没自由 挣的钱其实不少了 就是你们两个人打算结婚 那就得过一万二千块钱的日子 怎么能把这一万二千块钱的日子 过出滋味 你们的婚姻就自由了 你不受任何人的制约 听得懂吗 经济独立不是你光能正啊 你得学会怎么花呀 怎么统筹啊 对未来的打算 这才叫经济独立了呀 就是这么多钱 怎么抵御生活的风险啊 你得想很多 这叫经济独立呀 这才长大呀 没长大接什么婚呢 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现在还是老是想起 我和你第一次约会 在川美的校园里边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 相遇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钱 就普普通通地吃碗面呀 或者给你买点小东西呀 其实挺开心的 后来一起步入大学 我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长水痘 然后整个人满脸 都长了那个麻子 包括我现在毕业证上面 照片上都是 然后你就 无微不至地在旁边陪我 我休息了两周时间 你也请假出来陪着我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异地嘛 然后就感觉两个人互相照料 虽然父母没在旁边 但是有你 我就觉得其实挺满足的 你可以帮我照顾得很好 我觉得 虽然有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 但是 好 时间的 您爱我 我爱你 还拿这个片子 她不是七年前的小姑娘了 她现在要的是 我希望一个能给我肩膀的男人 然后您来了一句说 我特别享受你的照顾 你对我照顾得特别好 这能在一起吗 你不好好想想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情感困惑 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拨打我们 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 零二二三六 零六三零一 参加我们节目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一带上级收费的 都属于诈骗 接下来就看看 人家自己的选择吧 请 来 来 来 您是决定嫁她了马尚 我还是想 给我给她一次机会 还给她一次机会 现在愿意自己 住一个房子搬出来 你们俩先试试吧 愿意 第三个问题特别简单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尊重她的想法 这答案还行 对 如此可教 你要吧 怕浙糖喝碱醇 碱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 君乐宝碱醇淋蔗酸奶 为爱提供的礼品一份 打开天猫搜索 君乐宝碱醇淋酸奶 为爱做减法 先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嫁给我吧 我愿意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请推 请推 搬出去住一段 然后就讨论婚事啊 咱们评论还